我们下面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2023年 以及稍微去回顾一下2022年中金这个公司 他在2022年的十大预测只对了一个 这种券商也好或者是一些智库也好 如果说这个智库或者券商 他的预测并不很准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打脸 或者是说对于他们接下来的业务开展 并不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行为 但是确实中金公司的 在2022年初的做的十大预测 只对了一个 我们也请导播把刚才这个有关的话题给放上来 那么第一个中金公司在2022年初展望了第一条 第一条就是2022年 A股可能机会大于风险 A股权益类的公募基金年度收益中位数 可能会高于明显高于2021年 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权益类的这个公募基金的收益 是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 中金公司在2022年还有一个第二个展望 就是港股均值回归 2022年的这个海外科技监管趋势值值得关注 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恒生科技的这个2022年的跌幅超过27.19% 还有第三个展望是成长跑赢价值 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是周期跑赢成长和价值零涨的板块 是煤炭 就是说 中金公司还是错误估计了这个展望 第三个 第四个展望是电动车产业链及新能源行业 高景气将扩散到相关领域 中国制造业基于内需大市场的优势 正在走出产业升级的道路 逐步从此前的3D弱特征正在走向 三高一强特征 但是实际情况是 电新电动车新能源的板块 全年下降25.43% 这个不说 这个可能是电动车中的第一特斯拉 他在2022年底2021年 2023年初做的一个 在中国做了一个大降价 这个在之前华尔街论坛也好 或者是我们华尔街电视的一个新节目 叫做火乐中都有过阐述之外 其实在中国你会发现 中国有几个电动车品牌 这包括小鹏 包括蔚来 也包括我记得一个叫理想 你不能说叫全部电动车吧 或者是叫新能源 汽车 他们的 他们走的是一个怎么说的 高端高价的这么一个路线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在2022年 他们过的并没有 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反倒是像武林宏光 像是比亚迪 他们 武林神车 对这些走怎么怎么说 走低价位路线 或者是说高低价位 都有路线的这些中国品牌 他们推出的新能源车电动车 卖销量啊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市场做的要更好一些 那么中金在2022年的第五个展望 我们也请导播把刚才的图放回来 中金公司在2022年第五个展望是泛消费领域 可能是2022年的亮点之一 他解释啊 疫情可能的好转 可能会带来线下活动的明显恢复 同时中期来看 中国纠正发展失衡 坚持防住不炒 完善社保和养老体系等举措 对释放消费潜力有力 这个我个人觉得是被打脸打得最狠的一个展望吧 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泛消费领域的股价大跌幅非常非常的明显 再来第六个展望 商品市场趋弱 但是 根据从俄乌冲突来看的商品市场中原油啊 粮食的这个是呃情况是进一步走高的这么一个状态 第七个展望 公募基金新增份额超过3万亿 但实际情况是2022年公募基金的新发份额1.4万亿 同比下滑了48% 再来看第八个展望 沪深港通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3000亿元 嗯 但是根据统计 北向资金的全年900亿 嗯 累计的净流入只有900亿 啊第九个展望 是这十个展望中唯一正确的 债务问题在2022年仍值得重视 嗯 这个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切成体会啊 那第十个展望 每股2022年的涨幅将明显收窄 但是 根据实际情况 纳斯达克指数全年下跌百分之三十三点一 疫后伴随着修复啊中国国内的通胀或面临阶段性压力 中国货币宽松减势利率中枢上行 还有地产销售面积回升并转为正增长 嗯 还有美国衰退或主动取股存 以及疫情影响逐渐淡出 还有互联网和医药行业 有王在2023年引来反转 以及A股和港股的资金面 整体好转海外资金是逐步回流 第十个展望美元趋势性拐点 或要等到2023年的下半年 人民币震荡走强 这是中金公司在2023年的一个十个展望 嗯 其实他要是能够保持这样的这个错误率的话 其实我会非常的信赖这个中金公司 他90%的错误率 你把它反过来就是90%的正确率 这个不得了对吧 你如果说展望5个错5个对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如果90%都错 那我就反着来不就完了吗 是的 那么如果说时下我们大伙的 包括我们昨天也是跟大家隆重介绍了 我们的小六子 我们的这个六度世界的AI 那么你如果去问AI 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展望啊 其实有的媒体也这么做了 根据商业内幕报道呢 他们去问了这个前前段时间 无论是在华尔街论坛 啊在火了节目 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华尔街电视 其他节目中都有过介绍 或者是这个我们尝试的chat gpt 那么chat gpt 对2023年股票市场的 有一个怎么样的展望呢 商业内幕就说 商业内幕就说 啊当他询问chat gpt 对市场的展望时呢 他这个AI也回答的非常干脆 他说他无法做出判断 因为要知道这个AI 他的这个知识的知识库 或者是说 他的这个知识的新鲜度 截至的时间是2021年 他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实时的数据 但是呢 他不妨碍做出一个明智也好 或者是说话说的很圆的一个展望啊 AI是这么回答的 在短期内市场会 可能会受到许多不可预测时间的影响 比如自然灾害啊地缘 政治紧张局势等等 但是从长期来看 他往往是由经济的潜在健康状况驱动 影响2023年股市的关键因素之一是 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速度 随着全球继续与疫情做斗争 经济增长可能会比平常慢 这可能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经济 世界经济继续在复苏的道路上 这可能会提振市场 此外政府和央行的政策变化如 币律决定也可能会影响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 世界正在向数字化和可持续技术发展 因此与这一领域相关的股票可能会表现良好 总之这个AI预测股票市场非常困难 也有很多因素可以影响股票的表现 虽然总有不确定性 但是2023年需要关注的关键因素 包括就是经济从疫情中复苏的速度 政府的政策变化以及全球事件 这并不是一个财务上的建议 因为AI我经常觉得 就是昨天李奇也跟我们介绍了 AI的底层算法决定了 它只是一个 在我的理解中 就是它只是一个语言游戏 它在一定的有一定的资料的情况下 它来编织一些逻辑上 就是形式逻辑表面逻辑上 非常自洽的一些语言游戏 所以它基本上你刚才讲的这些话 这个AI讲的这些话 就是呃完全正确的废话 嗯没有什么对你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是的 但是啊从我我自己觉得 就是自从中国宣布啊 从1月8日放松这个出入境的管制以来啊 其实至少在亚洲几个呃 国家来说是非常欢迎的 嗯就像首当其冲呢 我觉得就是泰国 泰国甚至非常高调的去欢迎 疫情这个中国的疫情出入境管制放松后 第一批从厦门飞往泰国的这些旅客 那么我有个朋友也是现在就在泰国 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 他去了马云前几天去的曼谷的那家米其林一星的呃 餐厅呃叫做质子热炒这家小店这种街头摊啊 他9点钟去的早上9点去的他到那就已经当天的这个怎么说呢 就已经客买了嗯 这上面有个牌子说你其实应该早点来嗯 那他去问了一下排上队的那些人都是几点钟到这家质子热炒去排队的 嗯 早上7点 嗯 早上7点钟这个不是为了去吃饭这个是为了去凑热那我去问了一下他们还真不是就是哪怕马云没有去质子热炒也是这么一个热啊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热的一个环境或者说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一家这么一样的一个街边摊啊但是9点钟啊你去了就没位子了你早上 7点就要去一个热炒店排队这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他是一个测热呢是的嗯好的那么今天的稍等一下我我对我对有两位这个观众的一个发言我做一个回应好呃有一位朋友讲说这个中国这样的统计COVID的数据是因为呃这个COVID这个新冠 感染很大程度上是加速死亡而不是直接造成死亡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那我问你车祸有直接造成死亡的吗也没有啊车祸都是加速你死亡啊你不是死于什么脑破裂就是死于什么心破裂死于骨折死于失血都是死于这些后面的原因啊或者说甚至有些就是死于基础性疾病啊你本来你就高血压或者是你本来你就就就就就有毛病啊一一撞然后就身体支撑支撑不下去了你能算做车祸的死因吗嗯所以这个是 是完全一个诡辩就是这个当然不是说你的这些诡辩就是说呃呃中国政府的这个用把基础病拿来拿来说事儿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有一家人死了好几个老人然后呃全都是说是基础病死的都不是感新冠感染死的所以这个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不相信的一个一个一个说法 还有一位观众朋友讲说要辉瑞公司应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放辉瑞不是一个国营公司啊辉瑞是个私营公司啊你只要买他就有啊嗯这不是他投放不投放的问题是你去不去买的问题你不能说你们家小店没有对你这个社区进行投放你这社区有人去买他就有货辉瑞现在这个货并不缺美国现在随随时随地你到一个一个一个 要站就是这个pharmacy去的话都不缺呃辉瑞公司的产量现在实际上还有一些报道讲他是这个呃供大于求这个pax law is供大于求是你买不买的问题不是人家投入不投入的他又不是个国营公司他又不是个政府他怎么投入他给你堆在港口啊你又不去买他都堆在港口不就浪费了吗所以这是一个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好就这样嗯好的感谢这个艾瑞的补充啊那么在节目最后啊也要感谢呃我们观众对 对于我们节目对于我们呃各位出镜人员的打赏感谢田贤的打赏感谢明哲打赏感谢香店九点和平先生的打赏感谢露斯记的打赏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啊法尔街电视新出的节目叫做火了火了这个节目其实是就是关注时下最热点的一些事件啊并且去做一下这个呃信息的延伸啊就好比说昨天我就留意到有一个叫做梦小苏的中国地产专家就说那其实中国去年的这个储蓄 增加了15亿那么你拿出三分之一五亿去买房装修房那中国的楼市自然就得到拯救拉起来对这是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令感让我感觉非常惊人的一个言论啊但是我又留意到其实在两三年前你在中国买房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为什么嗯这么说因为我留意到有一个刘一则新闻说浙江有一个哪怕你身在看守所里哪怕你是被拘留的人你都可以买房签合同嗯 就是在两三年前大家买房热情是这样的呃那么现在能不能再重复当年的这个买房热情啊呃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我们也留意到啊有人现在就觉得啊这个北京啊猜不透中南海里面的这个规则啊摸不准那怎么办呢一个新的学科就应运而生了如果说你想了解习近平到底在想什么你可能要学一下这个新的学科叫做北京学那么这些所有的内容呢都会在火轮里面跟大家见面嗯好的 下面就让导播给大家送上火了这个节目华尔街论坛将在明天继续和大家见面我是小杨这位是艾瑞我们下期再见明天见